好 先問一下曾律師 通常有些時候會認為說 我就去坐牢嘛 錢還可以保住 這個是還科罰金 這是用哪一條來科罰金 罰金的部分也是規定在 我們不管在刑法或貪固自衛條例裡面都有 都有提到這一塊 罰金的部分是可以併科的 併科的部分 這屬於是國家要去追繳 所謂的不法所得的部分 其實它可以用國家的力量去發動 所以說你不繳的話 那勢必可能還是有回歸到 所以按照這樣子的話 就是法官認為他們家的不法所得就是8.5億 是這樣的邏輯嗎 以目前的邏輯來看是這樣沒有錯 但後續的部分是不是還有另外沒有查到的部分 所以如果他們家的財產有高於8.5億的都保得住了 如果高於8.5億的部分是不是就是說 除了罰了這一些之外 其他的部分就不再追繳了 如果按照判決主文是規定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沒有錯 就是8.5億嘛 對不對 今天我聽到的宣判不是這樣 不法所得是要追繳的 另外再罰你罰金 對 不一樣 不一樣 不是這樣算的 追繳 不法所得是要追繳的 是要回國庫 沒錯 就是那個5點 我另外再罰你 就是愛格蒙的那個5點多億 那個要全部算不法所得嗎 對 你要證明他不法所得 要證明 要證明 當初那個管項 那是兩個管項 這是兩個管項 罰金是罰金喔 罰金是罰金喔 不法所得是不法所得 那後來他是判大概14年 判14年 他的病科罰金其實沒那麼高 那後來呢 反正他也沒錢啊 那就後來有關不法所得的部分 他可以另外去跟國票 去跟所謂的債權受害的那個公司 他去協商 簽我如何癱瘓 所以他後來不是簽了說 我如何分期癱瘓 有關於不法所得的部分 那病科罰金 反正你科不到啊 所以那個病在刑期裡面 所以我一般民眾會以為說 就罰典會罰典會罰典的 除了可以罰典 但是問題就是 不法所得到底多少 認定是多少 現在目前為止就 你也要給證據啊 沒有 你現在就是很難去 現在扁案裡面 大家就在講說扁案 然後一直急著說 把錢匯回來或怎麼樣 問題是你要證明 他是不法所得 就算你今天把國安的錢匯回來 然後到最後證明說 這個不是 沒有辦法證明說 他是不法所得的話 錢剛好 全部拿回來收歸扁家 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今天要證明說 他到底有多少錢 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特徵組好像還沒有 百分之百的掌握到 說到底實際金額是多少 因為這樣講喔 現在判決說實在 我們現在剛才剛宣判完 所以各位觀眾 你明天要看報紙啊 因為不法所得 因為他都算到幾元 三十五元幾元 那東西是 我們現在沒辦法去算他啦 但是因為都有講 都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每一筆不法所得 他都有列出來 這東西我們現在沒辦法 幫各位家總 如果不夠的話 你繳不出來的話呢 你不是說你去坐牢就算了 你包含你現在所有的 租保現金房地產 全部會被拿來抵罰金 我想主文裡面一定有提到 如果犯罪 這個罰性部分無法追剿 用追剿的方式去追剿 他會不法所得 應該要提到這一塊 就是連帶追剿 對對對 比如說那個房子 已經買陳信宇的名字 陳信宇沒事嘛 對不對 怎麼會沒事 後面會有事 陳信宇現在 陳信宇的後面會有事 因為他那一個 共同貪污的那個部分 已經告發了 有檢察官再去另行偵查 不要激動了 那我改個語氣了 陳信宇目前沒有看到嗎 是 可以啦 那這樣我可以接受 繼續講 這樣好一點嗎 可以 我今天也在看那個誰 余政縣也沒看得到 就是在那個南港案裡面 另案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社會文化罪喔 就是說其實為什麼這個判決 還是很多人會無法接受 就是說 像你們剛剛講說 好 公務計要費 無期徒刑是最重的 可是 那龍潭案是28年 沒有 龍潭加洗錢 對 好 那我們來看龍潭案喔 龍潭案起碼 你說當時為了要開發 中信金套勞的 中信孤家套勞的 這個龍潭的土地對不對 好 所以呢 背後有一個林百里 他說好 我要來這邊設廠 所以如果能夠搞定的話 付出一部分所謂的 到底是政治獻金 選舉的錢 還是OK 你認定下來是回扣 是不法所得 可是 你這種社會責任 因為你後來查出說 這些錢到底是不是 阿扁所說 是不是陳幸宇所說的 他們都用了我們家的錢 就到底是不是 政治獻金 不知道 可是呢 你說有多少類似 這樣的一個錯誤的政策 如果說有所謂的 社會文化罪 那錯誤的政策 如果龍潭購地 這樣的一個開發案 叫做錯誤的政策 那我想請問大家 有多少類似 還是 要用貪污罪 對啊 所以我覺得沒有道理 這個案子 事實上是這樣 你注意到這個 法官在問案的過程裡頭 中間有一塊 叫做李介木 跑到扁家去 到官邸 然後呢 李介木 李介木先生 判六年 六年 六年 OK 李介木他不是去扁家嗎 然後去跟吳淑貞談 結果呢 很意外的看到了 陳水扁回來 陳水扁就順便問他一下說 那個龍潭那個案子如何 你說這種安排 對法官來說 他就形成新證 他就不相信陳水扁 你都不知道 你要說話 而且李介木也曾經 因這個案子到總統府過 所以這種情況都會讓陳水扁 在這個案子裡頭 脫不了關係 變成他脫不了關係 而且是有借事借答 也就是說 他有用李介木告訴他說 這個案子一定要完成 這中間就有很多殼 不過我們現在要看證據說 那這一筆錢當時候 他真正知道到什麼程度 中間的那一款項 到底要誰來負責 我覺得這一次的判決裡頭 他在這部分是不是理得很清楚 我們真的是要一一來看 他理得很清楚 我就講那個細節 包括李介木的這一塊 李介木到官邸去的時候 他原本講說是 蔡明哲叫他去的 這一部分 現在法官認為說 已經查得很清楚了 所以李介木追加一條 違證罪 因為他當初在跟檢察官講說 是蔡明哲叫我去的 結果現在不是 查出來根本不是 就是你跟阿扁是直接 你就到官裡去 根本跟蔡明哲沒有關係 所以這一條也是個細節 但你從這細節 誰就會看得出來說 法官在把你整個 整個龍堂案 你從事情 法官的認定認為阿扁 不可能不知道了 對 因為查得很細了 所以才會查到說 連李介木說 你到底到官裡是誰叫你去的 都可以增加他違證罪 吳淑貞一肩扛的目的是要保兒女 對不對 那剛才這個 兒子是沒有保住嘛 對不對 沒有保住 以目前來看沒有保住 沒有保住 兩年六個月內 兩年六個月可以 可以醫科罰金嗎 沒有嘛 他是病科罰金 對不對 這一定要去的嘛 如果最後確定 一定要去的嘛 如果是確定的話 而且去的話 他永遠不會要考律師了嘛 對 如果你 如果是三省定驗 還是兩年六個月的話 就算你扶一年三個月出來 你還是NOS的 以這個案子來講 就是 我們在這個裡面爭執裡面 有一個不法所得的問題 那我們 回歸來看那個趙建民的案件 他為什麼上訴到三省又發回 其實在認定有沒有罪的情況下 他不會認定他沒有罪喔 他是在那個犯罪的所得上面 金額上 金額上一直有問題 所以他又發回 又在更省 那同樣這個情形的話 我想在這個案子 也有可能會發生 剛才軍曹大哥提到就是說 法官已經查到很細了 包括可能幾塊錢為止 但萬一這樣又冒出一個發票 又冒出 現在就是會冒出來的 如果再查到 只要辯護律師能夠再找到一張 說在當初沒有認定到 那不法所得就已經又變動 進了不對 那我就可以據以為 上訴三省的理由 再發回更省 這樣可以晚幾年 這樣可以 難回幾年 可以晚好一陣子 查到最細為止 我覺得啊 在台開案還沒有 就是說連趙建民都 台開案都還在 發回更省 發回更省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 別家這個案子也沒那麼快 對 玩個三年五年 可能更十幾省都有可能 玩個三年五年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趙建民 陳信宇呢 陳信宇的未來 陳信宇以目前來看的話 後續嘛 他的這個所謂貪污共犯嘛 所以後面還會另案 再做這個審理 再加上之前的偽證罪 偽證是因為他有這個判這個 他可以服社會 社會的動力 所以在裡面你來講的話 他算是受傷比較輕的一個 不過陳信宇 我的看法是這樣 出國是真的免談的 那我去幫你打聽一下 立德補校他們牙醫系 不不不 我是開玩笑的 不好笑 對不好笑 你不要講得這麼刻 其實我覺得 但是我跟你講後面 我認為陳信宇不會沒有事 因為那個發票就是 你為什麼要去補蓋那個發票 這樣就很清楚 這事會有多大呢 因為就是一罪一罰嘛 對啊 就很清楚 如果一個張一個行為 他基本上就要刻一個刑責 但是如果說 一張發票一罰啊 只要一個行為 我殺人一刀也是一個行為 殺人兩刀 只是概括範圍在內 是不是一個接續犯的問題 那馬英九的那些發票 那馬英九那些發票 那馬英九那些發票 也應該再回過頭來 一罪一罰啊 我想如果有事實新證據 如果有事實新證據 如果有事實新證據 當然是可以啊 你有事實新證據 給他告發嘛 你給他告他啦 我們要支持你啦 這馬英這陳水扁一直拖到馬英九的身上 就是說這是一個很政治的判決了 還要重新再告發 那我問一下 如果他現在 陳姓瑜如果 會有事情的話 也會按照這個模式要有罰金嘛 對不對 如果按照 罰金的部分 貪污嘛 如果他的 他告發是貪污嘛 對不對 這種模式來講 應該還是會有並科罰金 只是說五張發票金額多少 我不清楚 那他的犯罪所得 或是不罰所得的部分 會有多搞 所以這個罰金搞不好是很低 真的可以不用 單純就行路分 去苛責就好了 我聽說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再把我的聽說告訴你 好 好